上海网友集中晒蘑菇 我请教云南网友 这到底能不能吃啊 根据肖像晨暴的报道近日 上海黄梅天野生菌大规模路头 街头的树干上长满了木耳和蘑菇 于是众多上海网友在网上发出了灵魂 二连问 这啥呀能吃吗 有网友调侃 中国人果然看见啥 都想着能不能吃 不懂就抓个云南人问问呗 对此专家紧急提醒 千万别吃 此前就有一对老夫妻随便吃了小区野蘑菇 两人双双被撂倒 从网友晒出的照片中 大清折伞 唇黄白鬼伞 毛头鬼伞等野生菌类的出镜率颇高 你以为的颜色鲜艳才是毒蘑菇 但实际上颜色不显眼 形状不奇特的蘑菇 有毒的概率可能更高 我们举个例子 被戏称为ICU菇的大清折伞 它是半猪吃老虎的典型 作为上海常见的毒菇 草坪树下泥土都能够发现它的身影 它有着平易近人的外表 散盖和军品均为白色 很像可食用的菇类 吃完就直接进ICU 咱们就说市民游客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听到没有